YMDH Studio 我是Jason YMDH Studio的助理人 我是Simon 我是2019年的YDC參賽者 我是Walker YDC 2018的得獎者 我最深迫的評語是 IT的警察看見你鞋子的時候 他覺得這雙鞋很屬於我 因為當時我們用了兩款 我最愛的鞋款和將它融合 做一雙坊間霧的鞋款 一雙屬於我的鞋型 當時警察看見 可能很認同這樣的想法 最後領取了一個 Best Food Wear Design Award給我 然後再做一個Cross Over的活動 我最深刻的評語 應該是我們那年的VIP George Martin Rose 有說過我的系列 是有最完整的造型概念 和最鮮明的市場定位 亦都好像已經準備好 可以推出市場 這番薯包好像給了一枝強心 我自己 可以繼續走市場設計這條路 其實我最後也有提供整件事 我會覺得整個Cross Over的整體度 的火花不夠 簡單來說 例如 其實原來整四套衣服 是不足以贏一個獎的 我後來就反省 看看會不會在儲物方面 會再預備多些 或者是見捷律的時候 整個設定的 準備好 可以再預備得好些 為什麼會贏到這個比賽 可能是因為 我用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去投避這個Collection 無論在報料、細節和車工方面 我都落足了心機去做Research 或者去設計整個Collection 亦都得到評判的賞識 以及再加上少少的運氣 參加YDC 參加YDC 對我 都是一個轉捏點 因為童年 其實我那年畢業 我用一個作品來參加YDC 之後 贏了Best Foodware Design Award 跟IT做了Cross Over 一個聯繩活動 其實童年 我就 過了這樣結婚 生了小朋友 到一百年的時候 因為 這個轉變 我決定成立一個牌子 就是YMDH 所以YDC 這個比賽 都幾轉變了我的一生 令我更有信心地從事 這個行業 其實參加YDC之前 我個人的狀態 是比較混沌的 就是因為 每天都上班 做相同的工作 覺得人生很悶 所以 一由這個比賽出現的時候 簡直是救了我的名字 簡直是 我一參加這個比賽 因為我要運用 讓我全部的力量 去投入下去 所以我所有不開心 或者運動的事情 都已經忘記了 整個人就變得很能力 整個人都是 為了入比賽 整個人都很 身上才去到這麼高 其實YDC每一部分 都對我很難忘 而最難忘的一部分 一定是 最難忘的一部分 這部分 歷時兩至三個小時 我們可以跟業界的人士 或者在世界 舉足輕重的設計師 有真正面對面的訪談 跟他們說自己的設計 在他們口中得到一些評價 知道自己有什麼做得好 或者不好的地方 去改進日後的自己 這個比賽其實不論是 在職或者學生 都可以參加 因為其實YDC是一個 舞台給本地市場設計師 去發揮他的創意 展示他的作品 給大家欣賞 所以如果我沒有入圍 我想我會繼續參加 直到入圍為止 如果我沒有參加過YDC的話 我想我一定不會 好像現在這麼有目標 亦都不會像現在這麼有目標 想做自己的品牌 如果我沒有參加YDC 其實我應該都會 繼續在這一行裡面發展 但就沒有這麼強烈 想成立自己品牌的想法 因為這個比賽 給了很多肯定我 想將自己覺得漂亮的 分享給大家